9月8号,北京各类型幼儿园大班中班迎来开园 当天早晨,记者来到丰台第六幼儿园门口 见到小朋友们正在依次通过入园前的测温沉浅和消毒 家长们在门外目送孩子入园 不少人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说起孩子开学的感受 许多家长都表示期盼已久 虽有一些不舍,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开心 从寒假放假开始到现在 整整有半年多,七个多月了 我跟孩子一样,都是一起欢呼 天天都盼着那个神兽可以归弄 今天早上也是,孩子就从来没有说这么痛快地起床了 然后我也是,就特别精神 就盼着这个时刻 事舍不得,大概两天吧 两天前我就有这种感觉 现在心情很激动 感觉挺放心的,也有点轻松 他开学之后的话,就个人时间会多一些 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刚刚结束超长假期 大部分小朋友都表现比较兴奋 但在与家长分别时 有的小朋友一步三回头 还有的与爸爸难舍难分 幼儿园中班老师韩雪芹告诉记者 开学时出现场面失控是常见现象 对此,老师们已准备好各种应对方案 哭啊闹啊,然后抱着妈妈 不撒手的,这都会有 因为孩子在家的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他可能就是来源以后会有一个情绪的一个反弹 就是有这个分离焦虑的现象 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应对方法 抱一抱小朋友啊,然后和小朋友亲近一会儿 然后我们还会有就是拿一些小玩偶 然后小手铃,然后吸引小朋友的这个注意力 然后带小朋友就玩一些小的集体游戏,音乐游戏 为迎接小朋友们返原 幼儿园精心准备了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 课上,老师以视频形式向他们讲述抗疫故事 还将教会孩子们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首先我们会有这个升国旗唱国歌都有 还有我们这个爸爸妈妈讲疫情故事 前期有一个录了一个小视频 有爸爸妈妈有这个医务工作者的 主要是让孩子一是再回顾一下 就是今年比较大的这个事情,疫情的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教育点在里面 就比如我们在幼儿园应该怎么样 应该正确洗手啊 还有就是正确的怎么防疫防护这方面的内容都会有